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政府来中国求助那新闻还历历在目呢 这阵子又闹出来一个墨西哥小龙虾扎堆迷人吃的新闻 真是把中国这些个吃货急得都不知道要往哪儿张嘴了 要我说呀 其实美食就在我们身边 和家人一起快乐地吃个饭就挺好的 前提是别像下面这位一样就成了 奇葩大作战 有一个坑娃的体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大概就是这样吧 超无奈 像是吃不到 家里狗狗与新城猿猫咪的第一次见面的反应是这样的 好可怕 别杀我本王什么都不知道 面包车被一群绕圈的大鹅包围 以这大鹅一分钟可以绕六圈 求问司机什么时候才能开出去 很明显 这是一道五解题 因为使坏的小哥整骨开始了 你们随意感受一下 我觉得他这样的搞法分分钟要给人揍成猪头 搞不好就是故意伤人被抓起来 真是太快了 下面这家货运公司的工作人员可就厉害了 居然能享受这样的运货方法 也是没谁了 真的不会出问题吗 这位老哥 我看你是准备出电影院了吧 带这么一大袋吃的 你是想看多少部电影啊 绝对的全场焦点 一直沉迷麻绳无法自拔的小水塔 说什么也不放手 喂喂 你这是在表演杂技吧 好卖力啊 来看一位超厉害的车迷小朋友吧 爸爸一路问过来 就没有他不认识的车标 叫大家 开駕駛不认识 Dark 呃 applause 再来那 I don't know Mazda What is that one? No, Rider, stay over here What's that one, Ride? Liam? Subaru Another Subaru Watch out for the bus Rider, over here this way What's that one? Z It's a G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位 会玩的东北小哥 在美国教老外 讲东北话吧 到底会怎么样呢 我们拭目以单 Mazda, you want to learn some Chinese? Learn Dongbei Chinese I have a really nice accent Okay It's Dongbei Nhi Dongbei style Okay So I can wait to speak Chinese Okay Go on Go on Go on Oh yeah, go on I want to learn How to tell my boyfriend That I love him Oh, that's so sweet Ni lao suy la Ni la suy la Hey, I need to learn How to talk to a girl, man 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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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 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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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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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p Ni sOp Ni sOp Kaiyan SAND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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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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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這小子是誰啊 你認識他嗎 這小子 認識他 他誰 他是那個 那邊二打的嗎 您的東北話 已經達到了一千級 你的東北尼斯級 達到一千級級 你達到五千級 好嗎 恭喜你 確定你贏 好 謝謝 你醜啥 我們老說東北人暴脾氣 你動不動就對人 你醜啥呀 抽你咋爹 我第一言不合就放上了 這網上呢還有段子啊 說有個姑娘失戀了 在咖啡廳裡哭呢 服務員過來安慰她說 妹子 咋啦 我男朋友姐 我總要跟我分手 不可能啊 你這麼漂亮 你醜啥呀 抽你咋爹 開玩笑啊 他們呢不能夠以天蓋全 不是所有的姑娘 都能少根基 比如說下面這邊 看樣子就很淑女哦 突你一樂 女神說她今天出門很文藝 很抱歉 我實在沒看懂你的文藝 覺得你這把傘 就像是一隻水母趴在腦頂上 大半夜還是不要出門比較好 還以為在這裡拍恐怖片呢 對吃貨而言 如果有美食藏在腦頂上 那是再好不過的了 有荤菜也有素菜 多種美食任君挑選 姑娘 我看你的頭髮有種油膩膩的感覺 雖然說油多不壞菜 但總感覺不太衛生 雖然我不愛洗頭 但我男朋友也必須喜歡我 別想在外面沾花惹草 我不在身邊的時候 你出門必須穿著這件T恤 讓所有人都知道你明草有主 每次穿這件衣服 我都壓力善大 喘不過氣來 兄弟 有些姑娘結婚生子後 性格會好一些哦 但是也不完全 比如這位媽媽 玩手機的時候 孩子就被他用腿夾著 聽說這樣可以瘦腿 但孩子的內心應該是崩潰的 當媽媽真不容易 更不容易的是 莫名其妙當媽媽 小兔兔們 我真的不是你們的母親 你們好像找錯人了 是時候說出真相了 我是只公貓啊 有時候誤會來的就是 我突然網購了一雙鞋子 店家說鞋子有一些偏大 其實大一碼的鞋子 穿起來也挺舒服的 店家你從電腦裡鑽出來 跟我解釋一下 這是偏大一些些嗎 我兩隻腳都能塞得下 鍵商真是無處不在 買了一個蘋果6 打開盒子我就傻了 我要的是手機 不是吃的蘋果 說好的驚喜變成了驚嚇 我能怎麼辦 我也很無奈啊 在沒有手機用的這段時間裡 我都是去租手機用 一塊錢一小時 價格很合理也很公道 老闆告訴我 現在沒有多餘的手機出租了 全租給小朋友打王者榮耀了 我要報警 手機的用途不僅僅是為了玩 更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自拍 不能拍照 現在很多人都活不下去了 這位大哥你先拍戲好嗎 咱待會兒再自練 不知為何穿這身衣服 總覺得自己帥到沒有天際 電子產品總能被玩出新高度 這位同學上課的時候 不要分心好嗎 在課堂上面玩遊戲 不僅考驗我的技術 還考驗我的抗壓能力 但是你現在的任務 應該是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在你店裡上班的時候 碰到十幾個老闆組團過來考察 請問你壓力大不大 驚不驚喜 這家店的味道很正宗 沒有玷污我們的名聲 油炸食品吃多了容易長胖 你看我們家的旺財 都胖到站不起來了 每天只能趴著喝水 可問題就在於我每天喝水也長胖啊 胖什麼的都是浮雲 你看我就不管這些亂七八糟的 安安靜靜地浮在水中睡覺 睡覺的時候遠離這個嘈雜的世界 享受屬於片刻的安寧 胖了就要減肥 你看看我家貓咪 躺在這幾個箱子上面 裝得好像這些都是你搬上來的一樣 主人麻煩你待會兒搬箱子的時候順便把我也搬走 我家貓咪不來 但就是一個好奇寶寶 快點把這個蓋子打開 我要看看裡面有啥東西 謝謝 你快走開 裡面沒有你想要的小魚乾 旺財 你淡定點行嗎 這只是我的一個抱枕 不是你的同類 你要交朋友出門往左 不送 謝謝 主人沒想到你和我一樣也變成了狗 我在公交車上面已經坐了5分07秒鐘了 我實在坐不住了 前面這位大哥的頭髮有種強勢嘲諷的意思 大哥 你這樣惡意滿滿 走在路上很危險哦 公車上的奇葩也真是多 前面這位大哥平時應該很注意保養皮膚 因為坐在車內都打著太陽傘 防曬的意識還是很好 但請考慮一下同車人的感受 雖然我沒有坐車 但也要考慮一下路人的感受吧 麻煩把這幾個窗戶關起來 讓他們的腦袋都歸位吧 要是到晚上看見我恐怕就下跪了 知道我平時為什麼稱作公共交通出行嗎 因為停車難 你看看都把現在的司機逼成啥樣了 這停車水準已經超過耍雜技了 我早上是熱醒的 因為我昨晚睡覺的時候沒有找到空調遙控器 早上起來的時候終於發現了它的蹤影 朋友 遙控器被你壓在大腿下面 你都沒有感覺的嗎 住豪宅的人根本就不會出現空調的問題 我們家有一個五層的獨棟別墅 在這方圓十里的範圍都是豪宅了 哎呀 什麼都不說了 如今連鳥都住得這麼豪華了 這個鳥巢應該是鳥眼中的豪華別墅了 有人說沒有幸福的家庭氛圍 就算住的房子再大再漂亮 也不能稱之為家 它呀 充其量就是個晚上睡覺的地方而已 我覺得不對 因為一般晚上能回家睡覺的話 證明這個家庭氛圍還是不錯的 家庭氛圍僵硬的人一般都是 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 我收到消息 據說昨晚咱們來夢的哈哈曹 好像就沒有回家 我們來採訪一下 看看他到底去哪兒了 最小朋友圈 哈嘍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最小朋友圈 我是你們的老朋友 我是不會告訴你們 我昨晚是在辦公室睡睡的 因為早上的早高風實在是太難擠了 每天上班的早高風 不僅人多還堵車 那就算是坐地鐵吧 幾斤地鐵那也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不過我們欄目的柔柔小同學 今天早上他是很幸運 成功地多上了地鐵 就是身邊的乘客 讓他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讓我們來看看他朋友圈吧 高手在民間 今天上班地鐵太急 後面大哥手沒地兒扶 於是直接用手掌撐著車頂 這不是重點 重點請看我拍的照片 大哥你在這兒比六 是要鬧哪樣啊 可以說是溜溜溜了 老鐵們還在等什麼 雙皮溜溜溜 給大哥點鼓勵啊 開這海拔這大哥還挺高的 在大哥的666手勢下坐地鐵 有沒有種被人默默支持的感覺呢 這位大哥還是挺有想像力的啊 沒有扶手 我就比個溜溜 一樣站在這裡 對不對 為你的創意 結束 這種早高峰人幾人呢 我們肉肉 還不忘扣開這位大哥 是不是為了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 給敢早高峰的自己增加一次力去啊 說到這個分散注意力 我還是比較佩服波波他朋友的 那簡直是前部主任後無來者呀 來看看波波的朋友圈是怎麼說的 去朋友家做客 朋友非要殺個雞尺 還說逢年過節殺雞都是他的事 見他抓住雞脖子手上拿著招 十來分鐘過去了 雞被活活掐死了 他告訴我 拿刀是為了轉移雞的注意力 還有這種操作呀 有理有據學到了 心疼雞子的雞 就不能給個通怪嗎 請問這隻雞你們吃得開心嗎 套一招轉移雞的注意力 就不能在買雞的時候 讓老闆給你把雞殺了嗎 不然讓雞死在你手裡啊 說財人啊 你真是虐待致死的 開玩笑啊 好 說到吃飯 我們還是來關心關心父母的聲音 中午和同事吃飯 鬧出了不小的動靜 真的 我們一起來去圍裝一下朋友圈吧 中午和某同事去食堂吃飯 一不小心咬舌頭上了 我說啊 某同事問 怎麼了呀 我疼得實在說不出話 指了指桌上的飯 又指了指我嘴 往地下搓了點血 這傢伙當時居然大喊道 大家都別吃了 菜裡有毒物 當時嚇得我把嘴裡的飯噴了他一臉 請問這位同事是 我不能說是鳳哥會被仇殺 這下大家都知道是鳳哥了 他是不是武俠篇看太多了 眼睛不錯啊你 眼人的自我修養 只能說我們的二鳳同學的眼睛 說到狠角色呀 就不得不提我們蘭姆的團大帥哥 他出門去買了藥 隨便就把藥店老闆給掌握了 趕緊來看見團大帥哥 當時什麼吧 剛去買藥 走到藥店就突然忘記藥名了 藥店老闆說 我賣藥三十年了 你只要知道藥裡的倆字 我就知道啥藥 我想了半天說 我只知道最後倆字 老闆說啥子 我說焦脑 可以說是非常機智 佩服 佩服 說了等於沒說系列 按照你提供的名字 你可以把藥店搬空了 團大帥哥呀 你這硬是不是藥是多了 這副作用的有點明顯啊 你真的不是去 藥店老闆的廠子的 下次做什麼事情 你乾脆記在自己手掌上隔了 這樣就不會忘了 要麼你也跟這娜姐學習一下 什麼東西都選擇網購 少給人添麻煩 那娜姐呀 只要上網能買到的東西 她就絕對不會出門 是不 她在網上 看成了一件毛衣 立馬就買了 但是我怎麼覺得 就是 我不對吧 我們一起來看看 娜姐擦的朋友圈吧 在網上買了一件 挺好看的毛衣 每天都不比其他快遞的到來 但是說到後 總感覺哪裡不對勁 我感覺我可能被賣家給坑了 這到底是衣服還是褲子呢 看起來挺合身的 非常適合你 很符合你的氣質 賺到了買一件衣褲同款 你對這件衣服 看看啊 這個察覺啊 網購雖然方便快捷 但是也是需要謹慎的呀 這一不小心買回來的 都不知道是個什麼東西 或許這就是理想 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吧 好了 來看看我在微信群聊裡 發起的話題討論吧 今天的話題是 你在駕校 遇到過什麼有趣的事情 有個哥們兒 別人都是默念口訣 他不行 他一定要讀出來 考試的時候 就一直念念有詞 開啟左轉向的尿頭 左要看 刮一打 松少沙 親台離合 把考官笑得半死 據說還是個分析師 這就對了嘛 人家是分析師 當然要把你這情況說出來 好好分析分析一通啊 沒毛病 曾經聽說駕校裡 有個人膽子特別小 開車上路的時候 一害怕就無眼睛 坐在旁邊的教練差點 就被他弄得嚇出心臟病來 典型的掩耳道靈啊 老天爺也沒有在你面前 遮住了連忘記掀開啊 以後遇到危險 還是睜開眼睛踩刹車吧 重有發來一條語音 說剛才他在駕校 把特愛發脾氣的教練氣樂了 笑到呼吸困難 我問他幹什麼好事呢 他說教練把他手上拉起來 他一著急 猛進掰了一下座椅條件感 嗖的一下躺平了 這手勁 我覺得一手提一袋50斤大米都沒問題 心疼駕校的教練車呀